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赵丽颖未显瘦,穿层纱还要用麻绳束腰? 赵丽颖未显瘦,穿层纱还要用麻绳束腰,看清整体效果,女生崩溃了。 说起来赵丽颖的话,相信很多人都是非常的熟悉的。 毕竟她在咱们国内知名度真的是非常的高了。 很多人都是特别的熟悉赵丽颖的,毕竟她的一张娃娃脸。 辨识度是非常高的,在一个赵丽颖的电视剧质量也是很高的。 所以很多的人都是很喜欢看她的电视剧,基本上她是主角的电视剧。 收视率都是很不错的,可能刚开始这个演员也会被很多的人质疑和嘲笑。 但是时间久了,她的实力就被大众认可了。 小编还记得当年赵丽颖被嘲笑得最狠的时候,几乎真的是全网黑啊。 不过好在现在的赵丽颖终于成功了,她和杨幂一样的。 也是在自己的事业成功之后,就自己当老板了,这是很有头脑的。 毕竟自己已经慢慢地不再年轻了,所以当老板是不错的选择。 赵丽颖是真的非常的自律了,她在生娃之后,一直都非常的逐一自己的训练。 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尽快地恢复身材,不能让自己胖起来。 那么赵丽颖的成果还是很明显的,毕竟我们现在看她的照片。 赵丽颖现在确实是很瘦的,而且她还是有自己的肌肉的。 像是赵丽颖最新的这组照片出来之后,小编就被赵丽颖的美貌惊艳了。 因为她就像是一个花仙子一样的漂亮美丽,而且有一个造型。 看起来格外的仙气满满,她的里面就穿了时尚。 然后赵丽颖在外面套上了一层薄纱,因为里面穿的东西都是能够看到的。 为了显瘦,这层薄纱的上面还用绳子竖腰了。 看起来她就像是一个花尖精灵一样的高贵典雅,这个身材也太好了。 因为实在是太瘦了,小编看了都忍不住的心动。 这样不禁让人怀疑,赵丽颖是真的当妈了。 这样的身材,放谁去看。 都是不相信的吧。 不得不感慨一句,女明星真的是让人崩溃的生物啊。